但是新的文資法如果經過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麼如果說有在其他包括剛才主張的這些人民財產權的這些傷害到 那這些東西我想就是說在文資法這個在執行過程裡面 昨天在會前準備工作裡面 我也特別選擇文化區針對新的文資法修訂出條那些問題 那麼在未來執行上可能會有什麼必要的一定 但應該我們自己在幕僚單位會來做一個完善 但我們今天還是請大家同學就是說 我們直接進入文化資產價值的確認 有些不管是根據法言的或者是參與的人 我們在剛開始都一直跟大家報告 文化資產會有貴還是以專業審查為主 那文化資產的價值要能夠確認 那就是根據剛才所提的這些相關事件 委員自己本身也有做這些詳細的這些調查跟了解 然後進到這個整大委會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說對新法的這個修正 他的文資保護的精神 就文資委員會或台北市政府 他會採取這個絕對尊重落實的一個立場 這我跟你講就是各位來報告 那第二個就是剛才講的這個新法修正以後 如果因為文資的衝擊產生的相關的問題 我想就是對施政府來講 我們也有義務的權利來協助 這樣才能夠真正當事長能夠多益 所以我說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面 我們尊重這個整個文資提報者 但是我們在文資確認價值以後 相關的問題我們一定要想到 在這裏面接觸到政府的立場 政府這個落實的事 但是政府要保護所有的這些權利相關的問題 在這種狀況下面 我們如果待會兒還有必要的話 我們在這個審議會會先討論 討論完了以後 大家如果認為還有必要的話 我們可以公開的說明 就是說這個審議會我們希望 公開或說得贏的它就會行 就是完全公開 因為我們這是全程旅在陸入 旅在上的討論 那如果說講歸贏的 那硬是要主張的可能也沒辦法 那講歸贏的也是也沒辦法 我想這是我們的原則的精神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面 就是說我們在歸前也做過這個相關討論 有任何問題我們都會全力來做審議 所以如果大家同意的話 請允許我們就先進入整個實質的討論 那麼在討論的過程裡面 我們相關的這些提報人這部分 要先還是可以走出來對重 原則上提報人跟所有選人可以 但是登記發言的其他相關是要到房間一起討論 好 那我們就請這個登記發言的在房間一起 那我們也請大家就根據剛才我們 各位報告的原則 我們還是盡情的討論 如果委員綜合討論完了以後 如果還需要再做照顧看 我們都會再進行好不好 我們今天先請教委員 看看正對這個案子 就文書價值的確認 剛才相關這些資料 提供大家報告 我們採討一下 來 請教委 有一個作為發言後 我們先去一個 這兩本都是舊的房子 我們好像是江戒林的現房房子 所以我們會在 現房房子 這個房子也是 因為最主要 因為我們時間看的 主要是 第一次 紀念期間 但這個神道 我們說是 第二次 歷史建築 登陸 畢國小明星人 對面有三個 表現地域風貌 或民間藝術特色 第二次 具建築史 或藝術史的家庭 第三個 具地區性建造 類型的特色 我們看這三個條片 我們沒有等 只是它在附帶裡面有一個 合於歷史建築登陸基準之建築招募與附屬建築設施 如屬於 與歷史文化藝術等具有重要目前是人物相關的一個登陸為紀念建築 這間建築是去年 也有 後 它是一個 所以它這個條件 是符合歷史建築之後 如果跟神 有關係的話 我們可以互歷 所以在這三個條件下 我們所談的 我們所跟著的是歷史建築 事實上跟著是次要的 而是還是 它的主題還是建築的主題 所以我們在地資審查的時候 我們 中所的人物件 它是一個所謂近代的 DECO DECO是1930年 但全世界有建築的風潮 那我們台灣也不知道 台灣也有一個風潮的建築 然後DECO的建築在現在很好的 所以 這個 那當然 在這個建築 裡面改造很多 但是有幾個DECO的特徵 像是 或者是 這個 所以 我是覺得 這個 人物 是否沒有一個人物 包括 像我們在史歷古基 有一個 布鎮室是雅門 但是 布鎮室是雅門 我們現在 叫做清炭 因為我們發現 不是布鎮室 辦公的地方 應該是清炭 應該是清炭 但是 我們現在 這也是一樣的 我想 我們 文化之長 所針對的 尤其在世界一場 它是多數分別的建築 人 人 這個詞 當然 如果說 有 我所能簡單 可以加持的一個 加勞 一份 就是在 世界一場 第六場 跟人 宗教 他特別要強調 就是你要 用第六場 你必須要 或者其他人 想 一份單獨 人物 其他人的經驗 是宗教 或者政治 我想我們文化 制造文化的時間 所以 今天會被建築 我們並沒有 跟 組織的 組織的 部隊條件 也有 如果 我們跟 國際關係 我們才是 最多的 我想 我們今天來拿 我想 不管是 要指定的 或者要保護的 或者是 其他人的一些意見 到處都是 針對在這裏 我覺得 不是一個重點 我們現在 所謂現場 勘察 我們勘察的 我們也不勘察 什麼 還是 本體 為主要條件 這個 謝謝 好 謝謝 請 請 請 各位 我從這個 警方提供的資料 我有一個看法 在提報人這邊的資料 提到了 1933年就是稍微發明了 9月的時候蓋這個房子 然後也構成 9月30號也練課 但是陳茂同學呢 他是在 2月9號才拿到這個土地 從2月9號到9月29號幹 他只有7個月的時間 不知道 在報告來講的話 如果這個是一個 值得保存的古蹟利劍的話 他應該是一個很精緻的 用的材料都是經過上等的 這樣的選擇 7個月能夠把這個房子蓋好嗎 這就是我請教的問題 有些心中在疑惑的 所以為什麼我在第二次會團的時候 我提出要幫他構造呢 做了很多的改變 因為我們到現場去的時候 從所有權人提供的資料 我剛才當召集人 我也請他們把資料 給我們提報人的這一些朋友 根據這個資料 我們提報人又把它變更了 叫陳茂同載 如果我們從頭到尾看到的 你們在強調的都是陳茂同這個人 陳茂同這個人 陳茂同這個人我們也真的很 感謝我們那些疑惑的團體 對資料的一個房子的關注 但是呢 你們給我的資料都是陳茂同 今天如果是陳茂同這個人 應該受表揚 那我絕對贊 因為他對社會的貢獻太大 他在社會的地位也是很高 但是他在這個房子的建造過程裡面 是那麼一樣的一個粗糙 七個月蓋一個金式的房子嗎 這個在當時的工藝可能 在座有一些工程專家 比我還那樣的 你可以去想一下 七個月蓋這麼漂亮的房子 所以我後來呢 在九月十六號 我到現場再去做副刊 我就發現說裡面的磚 都不是老磚 新舊棍 大概新磚佔掉了一半以上 甚至很多德律 這個老磚留下來 都在畫在天花板上面 所以我認定呢 這個陳茂同要付很大的職業 他把一個原來可能是很漂亮的房子 經過了改建 經過了這樣的一個修復 做成餐廳就那麼漂亮 但是呢 裡面我覺得用的材料 不是我想像的那麼精緻 所以現在也證實了 到一月九號拿到土地 九月二十九號落成 這樣的房子怎麼可能會帶來精緻 這樣的房子如果要把它提升 提到歷史建築補期 當然這樣子再講 這是我相信比較多的 謝謝 好 除了我的張委員 張委員針對你的改建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衛兵 非常感謝大家提供很多資料 有很多方面的資料顯示 這個建築物跟陳茂通 是否有關係 當時的報紙是有報導 那至於說這個房子初建的型態 跟後來陳先生搬進去短暫的 後來他三年後他要過世 我想這些關係並不會影響到我們 對於一個建築物的在藝術史 或者是建築史上價值的認定 有很多著名的建築物 事實上我們都還不曉得它是誰蓋的 或者是誰住過 因為文化資產它重視的是物質基礎 所以剛才有一位女士談談到 歷史記憶要有物質基礎 就是毛要附著在皮上 如果沒有皮這個毛也是不存在的 那所以我從這個觀點看呢 認為第一次跟第二次的這個委員 基本上是認為它有文化資產價值 現在就是說這個價值高到什麼程度 或低到什麼程度 我是非常可以體諒這個實施者還有地主 他們進行多年的這個協調 終於能夠有一個機會 所以如果說市政府能夠幫忙的話 市政府能夠幫忙的話 應該使得這個房子也能夠存在 能夠存在多少可以再討論 但是對於都更我們應該鼓勵 因為這個是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一旦措施 不但很多人遭受很大的損失 對於這個我們的文化資產保護也是一個措折 所以市政府應該在這方面應該幫助實施者 但是這個房子究竟能夠保留到多少 這個是文化資產為權 我們可以提供專業的起訴的幫忙 謝謝 我們謝謝李委員 我們其他委員 他就針對這個案子 不覺得是很刺激 在山板橋的餐廳的時候 因為我又住在中山北路附近 我去吃過飯 我看他跟現在的山海樓是改定很多 以前沒有這麼 老實說以前沒有那麼細緻 而且是屬於比較高階的那種餐廳 但是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外面的庭園 但是看起來從剛剛那個歷史資料裡面 其實那個庭園等等也都是後面在補價的 但我覺得我們今天審查很重要就是說 建築物本身的歷史價值 還有剛剛所提到它到底保存到了多少完備 我覺得現在好像開發者所提供的資料 跟提報者所提供的資料 我覺得差異蠻大的 那我不知道說我們先面對 當然現在已經有點提供了嘛 過程裡面有沒有可能是說 再進入更詳細的一個考證跟調查 那我覺得如果說開發者沒有心的話 有一些比如說漂亮的那個窗型等等 也願意奪得一些元素進來 或保留一部分在設計上有不可能再做這樣 因為它是在中山北路後巷 在大松九合的後面 那一代其實中山北路還保留很多 那個年代的比較像Decorated那些房子 可是現在外表都改 大家整個中山北路二段那一排房子 一直到德會間都好多 那當然以這樣的 我覺得也提醒我們 我覺得未來 文化局對於歷史建築也好 古蹟也好 尤其在這個年代過程中 我覺得我們要責成自己 主動調查 然後對列車的東西我們要追蹤 或許民眾也沒有提 但是如果我們就歷史的發展來看的話 我們自己要做一些功課 否則我們現在就面對 都是在last minute 然後我們就解決一些 真的是很困難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期許啦 因為我們知道新的文資法公告以後 確實也有很多新東西我們要依領 那現在台北市文化局 大家能走在前面吧 有太多的東西 我們指定了沒有辦法做 那像這樣的一個問題 已經到了現在這個關卡 我也蠻同意剛剛李琴老師說的 就是說有沒有機會 剛剛提報的說雙移 但是所謂雙移 到底雙移到什麼樣的一個balance 那如果業主有心 那也願意為台北市的這個 所謂的過去歷史盡一份心力的話 如果說還有一點點機會 再做更深入的調查的時候 是給一個有限的時間 那真的請專家去做 因為我認為提報的很有心嘛 但是可能在建築石啦 材料啦工坊上 他們或許不是那麼樣的專業 那我們其實在座很多媒體都是專家 我覺得是需要客觀的數據跟論證 以上請 謝謝我們其他委員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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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等一下也請教杜拉底看看說有沒有可能 因為據我所知都跟像他們這樣做已經通過 只要做一點點改變 他們好像要從頭跑程去 那有沒有可能在時間的這部分 能不能推出一些其他的可能性 然後不用 像他們現在也不耽誤三個月 那我們也曉得時間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 那在建築的部分要來做一些 其實並不是不可能 我們如果看一下那個 就是剛剛提報人提的一張提報照片對照圖 那事實上我們的確可以知道說 它並不是所有整棟建築都是原有的 那現在保存的部分 在提報人的試驗那一張 那我們的確可以知道說是在正門進去的 就是原來它是專用夢合照 也就是專造的部分是原有的 然後後面的部分呢 其實的確是就是改造的 就是現在保留的部分 其實大概是這個部分 然後這裡頭呢 其實有些門窗的確也是幾乎的改變 但是呢整體的形式主要保存的是 前面這一部分 就它面積來講並不是非常大 那所以有沒有可能說就是這一部分 原有的部分 因為其實後面因為真的都已經改造多了 那也因為那個上海的 後來的基因很非常用心 所以讓他們覺得它整體真的非常棒 那但是呢其實它真的原物的就是 就是這個被規格面積的部分 所以有沒有可能 這個可以跟新的建案融合再去 那在時間的部分呢 不曉得已經不曉得了 可不可以因為你已經知道 也是建制的 可不可以提供一些建議 那個謝謝王老師 那主席我就不以委員身分 我以都法律代表來回應 因為都更程序已經走完相當龐雜的權力變換 意思就是說 在時間的條件不要再延宕的時候 面積不要改 面積不要改 郭老師 李老師 剛才已經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在建築設計上尊重現有建物 用設計的手法來在立面上整合 但不改變平面 這就是很清楚的回應 這樣子的話在時程上不會影響 但是建築設計在修正的過程 其實跟邀請無關 以上 也就是說這個建築物未來長這個樣子 但是在基座設計上面來整合 他就跟邀請無關了 謝謝 好 其他國人 這裏遺產它的所謂的文化價值 它有三條件 第一條件 它是否適合我們殖民的要求 有具有能力 第二個條件 它的真實性跟它的完整 第三個條件 寫的關回 這三根之柱 支撐著帕羅文化的角色 如果我們今天 把真實性看給文化 那帕羅文化的角色還在不在 如果沒有的話 我想我們這個案子 現在就是說 剛才 大家的這個發言 還是認為就是說 對於三海樓也好 如果當地的這個建築 它的這個歷史性的這個價值 或者文化資產的價值 還是要非常慎重 我們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以這樣的一個現況 剛才有請到 就是說 是不是還要再有一個 跟消失的一些調查 但是這也牽涉到就是說 這個時間上 它也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變數 所以在這樣情形裡面就是說 我們要確定這個文化資產的這個價值 你剛才這樣發言就是說 人不是絕對的話 因為我們今天可能是撇除了這個 紀念性建築這個選項問題 那就是說如果說 以這個歷史性建築的這個登錄來講 我們大概不會有什麼其他的太大的反省 就是為了要兼顧就是說 保存到什麼樣的一個基礎 什麼樣的一個價值的這樣留下來的話 也就是說我們可能就是說 部分保留的這個方式 或其他的一些替代的方式 可能還是有比較多的看法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說 初步的這個結論的方向 是不是朝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文資價值的確認 也就是說它應該有保留的這個價值 但是就是說 但整個保留的這個 作息 想看大家 可不可以用這個一個方式來 往前推進 來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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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樣子我跟大會確認 那中和委員的發言 跟剛才那個林局長的補充的部分 那我們這件事是不是可以接入大會 本漢分入為歷史性建築 歷史建築 歷史建築 那另外針對它這個建築物 它的藝術性跟這個形容的這個部分 要做某部分的一些建築設計跟外貌跟風格的部分的調整 這個相關的配套的局長 我就要說嗎 對嗎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在針對著配套的這個處理方式 在下個月在提大會做個確認 想要請教都根處 因為跟我們這個今天還有臨時提案 這個一次的 因為剛剛大家有記憶到說 當我們已經核定後的都根案 我們如果要做例面變更 確定是不用重來嗎 因為我的印象中是要全部重來的 這個也是我們為什麼臨時提案要討論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印象還蠻大的 是不是多分處可以就這個法例 這個部分的確認 因為剛剛對榮正剛剛的說法 因為我有搖頭 所以榮正忘了我說 跟我剛剛的說法是不是有不一樣 有一個事情很清楚的事實 本案走完了完整的程序 當它走程序的時候 這個建築沒有文字身分 原此它這個整案的規劃 是四本建築物無物的規劃 所以我剛才的說法是 根據這一本報告 這也是跟這個學習老師再回應一下 因為它走完這個程序 視本建築物為無物 而且這是它當時的權益 所以我剛才的說法是指 是在這個建築物的不變更任何平面的基礎上 如果今天委員會的決議要尊重它的歷史記憶的時候 是在這個建築物的提成做變化 而不是回到它的平面 我剛才的說法是這個意思 但是如果說這個建築物是立建要保存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談到的時間 這個時間是要重來的 我要回應的是這個意思 那這部分我在做確認 對 局長 我了解給你 所以我是要確認說 立面設計變更 材質變更 不用再走權變嗎 設計變更需要嗎 因為我之前得到學習 其實全部都要再重跑 謝謝 因為如果進到那個程序 我是主任委員 所謂的程序的重跑 它還是有層次的不一樣 當你整本報告說全部沒變 但是只有在立面的時候 那個程序的輕重是差很多很多的 我要講這個意思 這部分讓我們幕僚跟大會做建議 那如果說綜合的鄰居長這個說法 那聽起來是我們沒有變更 那個專業有名字叫簡易變更 那就是以簡易變更 我們當把這一棟建築物的藝術性跟要保留的部分 做一個簡易變更方式融合在這個建築地面去呈現 但是我們不給文資身分 一個月後把它這個簡易變更的配套的處理方式提大會做確認報告 好 這樣可以嗎 我是 我覺得如果我看那個原來那個歷史 歷史比較久遠的那個部分 如果在設計上我覺得局長這邊 我覺得都發裡面有責任 協助他們把那個品質做好 然後真的我覺得lobby都可以是裡面有這種感覺的 所以在面積不變 立業可以配合的配方向 有沒有機會讓都發掘來協助整個作業 就像你剛剛講的簡易變更 而不是有重逃 那這就可以了 當然這個 如果今天是朝這個方向都發掘 當然這是我們的工作之一 我們會協助 請問一下 今天就文財索 我想基本上我們還是一般人法 我們還是回到日本法理的規定文化市場實力委員會的任務 在將你們建組 古籍或各類文化市場的地方是可以更入 第二個是保存技術保存成分 第三個變成其實是四次票第二項三十個變成 那其他重大實驗的人沒有這個剛剛巨大主教的 我們還要來談 因為這是主持人的計畫法 因為它主持人的經過的時候 主持人不是理解 主持人不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沒有責任再去審查 對 所以就是剛才我剛剛的說法就是 黑或白是理解或不是理解 當它不是立建或不是古籍的時候 那就是都跟委員會會協助 那就是另外一個會議事 以上 謝謝 那木耀座最後一次確認 那我們今天的針對整本棟建築物 我們不具文化資產價格的身份 那至於它的那個這棟建築物的歷史性 藝術性跟它的這個保存性的部分 那就檢疫變分部分 就由都市發展局的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來進行審議 這樣可以嗎? 還是有選擇 因為我們過去一直說 不要用網絮的關係 記錄不要用網絮的關係 如果有差案有爭議性的話 還是用各位的網絮 不要用這個網絮 我想 不管是適合哪個 我想 每個網絮就這樣出來了 它可以這樣 要注意到他們 然後 然後 要注意到他們 這 我們要注意到現在的這些討論的基礎 那我們針對這個文化資產的價值 那要不要做任何 歷史建築 就要是針對歷史建築的部分 來做這個投票 投票 我們好 就是吳靜雲 請作為委員 來全權意見 我們告發 針對意見的部分 裏面選項有給利監 好像有做到這種 給不給利監 請委員工選 那今天的投票 要達到3分之2的同意 你打開那個路到中間 中間是不是有個計票的檔案 嗯 寄和 我的 請去嗎 blooming 記得 肯定 您好 請 沒有 請 我 我們 我 敷衍 誠幸 定 一 好 exp 譜 că 第二張 當然 第二張 對 técnica 打開,打開不能堅持 這次要回頭 打在哪一口 不同意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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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一票 同意一票 不同意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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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票同意八票 現在統計結束 就是同意四票不同意八票 未達三分之二 本案未具文化資產價是三分 我們經過表決 把這個記錄跟相關的結論把它做下來 另外就是說 剛才不管是提到人 或者是相關委員所提供的 即使不做是登錄 如果說有符合類似部分保護的方式 也要留下的這些元素 我們還是請相關的保存方案 能夠提送文化體育來說 這個必要的動作 好 我們這個案子就審議到這個地方 我們進行下一個案子 等於按有大安區溫州街22項4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按有大安區溫州街22項4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提行審議 法條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八條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費值審查及輔助辦法 各位委員報告辦理情形 本案是竹工坊規劃設計股份 顧問有限公司 於106年6月底提報 本市大安區溫州街18項至52項 泰順街新生南部三段等 近30棟建位為聚落建築局 另外該公司在於106年7月初 再請提報大安區溫州街22項4號建物 提報表請各位參考復健1第4到54頁 所以文化局熱衣文化資產法第十四條規定 於106年7月24日邀請尼委員當主持人 王委員 尼委員及蔡委員辦理列策審查會刊 會刊結論月影 因當日委員無法今日室內現刊 且考量本次提報人士 以不再為故居為由提報 依105年7月27日修正公布後的文資法 新增列紀念建築類別 本局會求審慎 於是決定得日再辦理現刊 會刊記錄請各位委員參考復健2第25到31頁 經查本局業於95年11月3日 辦理台灣大學所管日式宿舍文化資產價值 鑑定專案小組會刊 有關溫州街22項4號 決議建物多所改建保存狀況不良 建議不指定古蹟及不登陸立實建築 會刊記錄想復健3第32到36頁 之後本局再提送95年12月13日 文資會第74會議審議 決議不指定古蹟及不登陸立實建築 95年會議紀錄請參考復健4第37到43頁 本建物經95年文資會審議 決議不指定古蹟及不登陸立實建築 本市文化局考量105年7月27日修正後 公布的文資法新增紀念建築類別 即本建物縮落土地與周邊四筆土地 業役取得完成都市跟新相關程序 並以106年6月22日取得建照 於是一職權發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文化局局106年9月1日邀 張建築委員擔任主持人 張委員、劉委員、王委員及憲二委員 辦理大安區溫州街22項4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業小組會刊 三位委員初步認定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一位委員初步認定文化資產價值依弱 一位委員初步認定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但可考量其他保存方式 如異地保存或經驗留存 9月1日的會刊記錄 請各位委員參考 部件5第44到49頁 有關106年9月1日專案小組會刊 本局在錄委員的意見摘要如下 第一 建築歷經多次裝修 原貌形式較不完整 室內空間多屬改建 可留存的文化資產共產元素一遭替換 如地板、室內門窗 第二點 建築委台大配與余大財教授的職員建設 余大財教授居住期間 其親人余大維先生常會聚會或佔據余計 余大維前部長的功績值得尊敬 藍等建築建缺宿舍與余大維先生的關係 及有沒有留下文物 缺乏長期居住的文獻資料證證等等 第三點 此屆屋宿舍的重要不在佛皇部長曾顧過如否 而是這棟宿舍對溫州街本區的歷史及環境氛圍的審訴 第二次已經完成了 現在會合約的基礎 確實латを nour